各位代表 第一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达会 第三次会议 已经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是一次民主 团结 秋实奋进的大会 会议高度评价过去一年多的党和国家的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 在以习近平通知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党全国各组人民紧密团结 乘风破浪推进党和国家实业发展 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用一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了 疫情蔓延石头 用两个月左右时间 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 控制在各位数以内 用三个月左右时间 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 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十四亿人口的打过来说 这样的成效 乃至不易 这是中国人民的英雄装举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威大力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